就我兩個女兒都很怨我 老爸都在上班 其實都很久不講話了 你就從小就沒有陪他們嗎 很努力在工作 贊助 然後就忽略了 陪伴小孩了 那小孩也常常會抱怨你嗎 就是... 會講對不對 就是沒有同年這樣 很少就跟你一起在這裡出答案了嗎 幾歲啊 我小啊 欸 中原夜市 第一次來 你在炸是不是 要不要等你一下 可能要有人來支援等我一下 所以你是蔡建偉就對了 蔡建偉是我老闆 我叫他過來 欸 你不要說我們在這裡喔 出事了 出事了 出事了啦 出事了啦 那個誰 你不要說我 不要說我 這樣檢視器就知道了 檢視器喔 所以蔡經萊是老闆 蔡經萊是老闆的爸爸 喔 工作的同時 回來了啦 我們剛剛又沒有要走了 我看到攝影機 我很緊張啊 他剛剛有蹲的啦 對啊對啊 我中蹲的啦 他剛剛很緊張 他趁趁趁趴 出事了跟緊張啊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巡邏車 你看到以後你就馬上報名 對啊 因為疫情 你就不能做啊 那薪水怎麼辦 欸 我就一直借他們 喔 他們不能工作 但是老闆錢一樣先給 等到都安定了 你想還我再還我 對 再還我 這個是爸爸教你 我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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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的名字 那爸爸咧 爸 爸 爸 我沒有說他不在 幹嘛 我爸 我的抱怨他 我想要問一件事喔 他看起來沒幾歲 應該 三十幾有吧 三六 你看他那麼不失貴 他報名他寫十六到二十四歲 沒減少 我是說我們女兒啦 沒有女兒啦 我們兩個女兒很大 在那邊不要靠近了 喔 喔 等等我們再叫他來 欸 其實我們聊那麼久 可能 媽媽坐在這裡 喔 阿姨 你在這裡多久了 在這裡多久了 阿你如果沒出一個生 我們不知道 阿姨 你是我 你才有事人 我腳在頭啊 喔 媽媽感覺很樸實嘛 媽媽一個在工作對不對 有 媽媽你做什麼 阿姨 在中央那邊 喔 全家人都在工作 都不敢休息 為什麼 阿因為很怕疫情 如果再說起來 很可怕耶 媽媽 小孩怎麼樣 你自己說 該打招 阿姨 該好好 不是很順 真的順的時候 疫情又來了 喔 真的沒有過倒楣 阿人又好 不會因為疫情沒有賺錢 然後就 在家裡喝酒 沒有沒有 阿姨說他不獨 那你這樣人生還有什麼意義 真的沒什麼嗜好 就是一直在工作 他上面寫說 如果不是因為 散體警戒的關係 颱風天我都出來拍 他真的這樣寫耶 真的真的 我一天都只睡兩三個小時 你這樣不行 你看那個眼睛都是寫字 我都是坐著睡覺 大概一到三四個小時這樣 老婆沒有來幫忙 老婆就不見了 因為去當兵嘛 當兵的時候兵變 對對對 然後老婆就離開了 阿兩個小孩就留給你 我去把他帶回來 就我兩個女兒都很怨我 老爸都在上班 人家都很久不講話 你就從小就沒有陪他們嗎 很努力在工作 然後就忽略了 陪伴小孩 對 所以如果有能力的話 盡可能滿足他們想要的東西 郭婷筠 跟你一樣 你也都沒時間陪小孩 小孩要什麼 就盡量滿足他 對 會想說 他要什麼 然後我們盡量用錢 或是用他所想要的東西 我可能不是很好的爸爸 但是想要什麼 盡可能滿足他 那小孩也常常會抱怨你嗎 就是 會講對不對 就是沒有童年這樣 很少就跟你一起在這裡出攤了嗎 幾歲啊 多小啊 那他們會不會一直做愛一直抱怨 不會啦 小的時候還好啦 他現在長大比較好 我覺得是爸爸自己覺得虧 對於自己的女兒 嗯 對不對 我盡可能的就是 我很努力但賺錢 我相信他那麼拚那麼努力 老天爺看得到 對 因為很乖啦 但是我們最近比較少講話 為什麼 因為我說你老爸對客人都那麼客氣 沒有理由你們可以對客人 那可能有時候對於一些比較 煩的客人 態度會比較 比較年輕人的對待方式啦 他對每個客人其實都很好 我是說因為好不容易我們有一個可以 生存的地方 然後做好一點成績 對啊我們還是就是廣結善緣嘛 對啊對啊對啊 他們有做到 只是說因為我比較緊繃 嗯 尤其是對待客人這件事情 他要什麼 他要低刮球多一點就多一點 那如果很無理的要求咧 像這客人你說啦 我們做這麼久 只遇到一個客人 對啊 就這麼久都遇到 像我們 不會耶 我們不是好客人 我們是好客人 所以有兩個女兒 對 同一個媽媽 同一個媽媽 幹嘛你笑什麼 幹嘛這樣子 我確認你笑 同一個媽媽 同一個媽 但不同一個爸爸 沒有 全隊都是同一個爸爸 沒有 不同一個爸爸 他也不知道 他媽媽的手說多可愛 有 有 然後現在長大變漂亮了啦 變漂亮 還不錯啊 他有看過我們頻道嗎 欸我不確定 因為我們很久沒講話了 今天有這個機會 我們來當個橋樑 好 我們等等代替他去 剛剛聽你講完 我們把這個給你了 好 然後你把他想跟女兒講的話 寫在上面 就這樣去替你傳達這個心意 那你要寫什麼 我 我真的不知道 我現在一片空白 你可以寫他們兩個的名字 有多 辛苦你們了 辛苦你們了 好 給大家看一下 是跟我有的拚 今天我們跟你就到這了 剩下的交給我們 你覺得他會不會討厭我們 不會啦 他們都對人來有禮貌 辛苦 謝謝你們 好 家芸 家蓁 欸好可愛喔 妳幾歲 16歲 妳是姐姐還是妹妹 姐姐 妹妹跑去哪裡了 就是在家休息 就林班啦 不是跑去偷懶了就對了 沒有 沒有 真的偷懶了 因為是幫家裡做 一個禮拜就休息一天 那妳知道我們來幹嘛嗎 不知道 不知道 剛剛在那邊 然後碰到妳爸爸 聊了一下 他說 跟妳一個月沒有講話了 對不對 爸爸真的對妳們很嚴格嗎 不是只有在生意上的部分比較嚴格 從很小 爸爸就這樣自己一個人帶著妳 哪有 哪有 因為爸爸他通常也都是在忙自己的事情 然後我們都是給阿嬤帶大 所以跟他自然就比較少接觸到 就沒有那麼貼心啦 所以他女兒是爸爸上輩子的情人 他們像仇人 哪有 你知道他剛剛一直在哭嗎 你爸爸剛剛哭欸 講到你們 他對你們很自責 對啊 他覺得他為了事業賺錢 沒有賠到你們 他覺得好像耽誤到你們的年少時期 童年啦 對 妳好像從小就跟著爸爸在夜市 從國小開始吧 國小的時候覺得很好玩 但是到後面我覺得 好煩喔 好痛苦喔 好痛苦 他剛剛講到你們 覺得他很愧對你們 讓你們沒有童年 結果妳態度這樣 欸 光臨我們是仿錯他 仿錯他 妳確定是他女兒嗎 妳爸什麼還低巴小的沒錯 對對對 就是因為阿嬤比較親 跟爸爸親自就是個男孩 妳這樣播出他會很難過 啊 沒有 但是心裡依然也是有他啊 是比較愛阿嬤而已 喔 有爸爸但是比較愛阿嬤 因為跟阿嬤長期生活在一起 感情一定比較深刻 得帶教養 但是妳要知道 爸爸會讓阿嬤帶你們 表示他在工作上是很努力在衝刺 為的也是你們 但很多時候 我跟我爸爸私下聊天 聊他 對我們 對生意上的這些 他也是逼不得已 所以就是 能夠體諒他 能夠了解他 有時候就是要溝通 但是如果溝通不良的話 真的也沒辦法 哈哈哈哈 這就是家人嘛 對啊 我們人就是這樣子 把最好的一面 都留給外人 留給外人 把最不好的一面 都是留給自己的親人 你也知道嘛 對啊 那剛剛還這樣 哈哈哈 他搞不好會直接跟我說 你少噁心 你有話直說 哈哈哈哈 會這樣嗎 那這個 小紅包 這是爸爸寫的 爸爸寫的 你自己念 辛苦你們了 爸爸會更努力 讓你們過得更好的生活 欸我看他沒感覺 不知道該怎麼講 沒有啊 那你有什麼想跟爸爸講 對啊 這個有點 好不好講 來你給我 很多好好講 欸 很多 哈哈哈 可不可以好好講 可以 哈哈哈 你也很現實 哈哈哈 好來 不是爸爸 你也辛苦了 我跟妹妹都可以體諒你 我們也都會在你的背後默默支持你 雖然從小沒有母親的關愛 但是你也希望你們兩姐妹 可以當爸爸背後溫暖的揮手 嗯 做得到嗎 做得到 可以 館店賣幾個了 十個 哦 然後你看一下裡面的節目 這樣今天可以收攤了吧 哈哈 哈哈哈哈 好那妹妹你要加油 我們只要有來中音樂師 我們會來找你胖丟 謝謝 好 OK 姐妹真的很乖 來固定 然後我剛看到 對啊 十幾歲年輕人願意穿成這樣 在夜市打拼 你真的好棒哦 謝謝 沒辦法 怕人頭不夠就只能馬上趕過來 所以就沒注意那麼多就來了這樣 穿辣一點身又會更好 嘿嘿嘿 沒有啦 開玩笑 我不會咬 沒問題 我不會咬 你 Men 我會不會咬 我不會咬 我會不會咬 我會不會咬